观众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汪前秋 首先介绍这一节 跟我们一起讨论 国际国内议题的来宾 第一位是第二小时陪伴我们的 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振亮亮哥 大家好平安 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老师 前空军副司令张严廷将军 主持人好大家好 来看看在立法院 当然有很多的军事 或者是对国家议题重要的质询 但在国防专业上面的沈柏扬 一再一再的被拿来讨论 是因为他的质询 实在是让人家三条线 例如当他问国防部长说 政治跟军事是平行两条线 在讨论黑熊学院 所谓中共认知战要用光路来分 哪些言论是共同协作者 哪些是该抓起来的 当时国防部长的回应 其实都还满尴尬的 那相对于此 这个是民党的不分区 国民党的不分区呢 陈永康他则是在质询的时候 展现哪有什么光谱 用专业来形容这种词 听听他在质询时 不一样的风貌 那我这边做一个建言 第一个在国防外交的领域 就是国家安全事务里面 没有用光谱这个字 Spectrum是工程科技的名词 同样在军事用语上 军事与政治上面 应该用的是范畴跟领域 而不是用光谱 我建言第一个不要使用这个 看看邱国正的做法是 低头抄笔记 然后跟就像行政院长 陈建仁在质询的时候 陈永康给了他一些建议 他也还特别谢谢 他给了这些资料 跟让他专业的分析 可以作为参考 他说学习很多 而邱国正像这样的质询 跟沈柏阳一笔 网上就列举了 沈柏阳近期很荒谬的发言 例如这就是民进党 引以为傲的军事专家吗 抖音跟微信是最大的国安威胁 实际上的威胁是在 像我们刚刚看到了 船只的对峙 确实无能为力吗 突破中国混合作战 他要干嘛 要成立跨部会的卓越中心 共同面对 什么是卓越中心 然后被问到黑熊学院的时候 当时邱国正记得吗 曾经这样形容 是一群到野外打气弹的社团 虽然问这样的问题 也就不意外了吗 那列委陈永康的说法 是告诉大家 作战只有王将 没有翔军 这个说法 这个当然是来自邱国顺 周国正打巡的时候说 他一定会站到 最后国防部被插上 这个五星期为止 否则他是不会投降的 他的陈永康的质询 特别是 事出是意有所指的 对这个说法产生质疑 他说 并推只在避免危机发生 评估危机发生之后的 承受度 最终找到社会可以承受的 较佳解套方案 可能没有最佳 但至少较佳的解套方案 不能说不怕死 跟你拼到底 但整个社会所要承担的后果呢 恐怕是不理性的方式 是不是在暗指邱国正的 不投降说呢 那当然还有官员 在经济的这个议题上面 对于国家安全 同样也会被问到 王美花称天然气的存量 要兵推的话 怎么怎么 国民党立委就问 能源政策是不是错误 全部依赖用外面来运送天然气的方式 我们很容易受影响 那王美花回答 对于相关的灾害军事冲突 台湾本来就要做兵推 这是政府该做的事 然后怎么样呢 万一有状况该怎么办 两岸如果在海岸线上面 有一些紧张冲突的时候 没有答案 而王文辉就说了 经济部坚持要涨价电价 是因为燃料什么涨价 他说我直言是说谎 因为国际燃料价格 在乌俄战争之后呢 现在已经回到了乌俄战争前的水位 代表说连中油都转亏为盈的情况之下 涨电价 说是唯一的原因是错误的 唯一的原因说是因为 这个俄乌战争 其实根本就是错误的能源政策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想问 天然气到底安全存量可以有多久 万一海外没有办法运送进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撑多久 这个问题由立委张旗凯在立凡问了 但是他当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立刻就被打断 谁打断他 是民党的昭伟当时的议事主席 邱毅盈 说这个事情是国安安全问题 如果回答是泄漏机密 所以不能回答 还叫官员不答 这个战略学者张静就说 国家机密是什么 必须要经过核定的程序 如果没有经过核定 就邱毅盈自己说是机密吗 那真的是威权 你说机密就机密 不告诉大家 我们民众印象非常深刻 太多封存30年的机密 对于台湾人来说 好那来看看美国 对于台湾的支持 是透过所谓的列入预算 我们讨论了好几天 第一次在美国的预算书里面 出现了对于台湾 单独的预算明目 大陆国防部的发言人张小刚就批评 是谁纵容支持台独 必将引火烧身 自食苦果 要求美国停止武装台湾 而当然美日军遗失 到第一岛链这里来做演习 强调的当然就是要 防范这个台海之间的安全 那这一次的第一次遗失 从美国跟日本 2月25到3月17 在日本这里举行的 已经连续16次了 近年来当然更为频密 规模也比较大 所以这代表说 军事着重在两栖登陆反潜作战 对于日本 如果对于台湾发生冲突 或危机的时候的做法 也代表一种印证吗 美国的做法呢 其实在军事上 有很多大家会关注 尤其在大选当中 是没钱了吗 美国的下一代战机 还有下一代驱逐舰 这两种款的军事的设施 本来是应该最先进 应该要加强研发的 但是现在海军却决定 下一世代的攻击型潜舰 SSN这个的建造日期 往后展延 而且是到2040 很久才要开始 原因是什么 预算紧缩 相对于此 在中国大陆的空军 还有相关的军事设施 不断的公布新的成绩的情况之下 央视甚至曝光解放军最新的画面 是一位中国空军的女飞行员 强调他可以模拟长击 遭到雷达锁定的情况之下 可以干扰甚至逃脱 甚至对于长鸡 辽机之间的密切配合搜索标把 用一些画面来展现他们的能力 甚至中国的双飞翼垂直起降 无人机也第一次官宣亮相 强调的就是原创的所谓的气动布局 不怕七级强风 高度可以维持来5500公尺等等 到底多厉害 两艘这样的机舰可以在摄氏零下40度的环境之下起降 那产生的战斗力 当然大家都在秀肌肉 亮哥 但台湾的肌肉是什么 是像黑熊学院一样 我们用光谱来秀肌肉 我看台湾研究国家安全国际关系的 没有人会把沈柏阳当作军事专家 把他跟陈永康对比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我看国防研究院任何一个学者 都比沈柏阳要优秀 舒子盈也比他优秀 賴清德要对黑熊部队有所交代 我有什么办法 事实上国防外交民进党也有其他委员 每次被报导都是沈柏阳 真是为民进党感到遗憾 变成一种笑话了吗 本来就是 他是研究犯罪学的 事实上张旗凯后来有贴脸书 他说邱益盈以前也问过这个问题 就天然气使用了 你问可以 我们问不行 对啊 事实上那个时候的回答就是11天 事实上也大概就是11天到13天 这个大概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这有什么好隐匿的 那人家只是在问你说 那你民进党的人员政策 要把天然气提高到占比50% 这么重的话 那我们台湾没有产天然气 那到时候都是运进来的 对不对 要么从中东 从马来西亚 现在可能也有从澳大利亚来的 如果被封锁你怎么办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 你要告诉人家你怎么办 比如说大台湾电厂就是用天然气 影响到整个北台湾的运作 那如果大台湾缺天然气 你怎么办 事实上有很多具体的问题 民进党的人员政策 跟搞抗中保台完全互相矛盾 因为要抗中保台 你就要有独立的人员基础 那核电 核电就是最自主的独立人员 那你偏偏要废核电 就是这种自相矛盾的人员政策 跟对外的一个外交政策 那有什么办法呢 我觉得事实上王美花 王美花他应该要诚实 就是天然气本来就比较贵 所以造成了台电的巨大亏损 他要把这个概念带进来 谁不知道台电巨大亏损 我们大概算几个礼拜前 还一次性的税入直接认给台电 帮他填那个洞 不然他那个亏损 都快要超过资本额了 所以我的意思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这个对不对 这个可以讨论 因为你如果认为说 用纳税人的钱来补发电的洞 是有利于中小企业 拿到的电价比较便宜 这个可以讨论 但是你不能这样回答 推给俄乌战争 对啊 你们推给俄乌战争 事实上坦白讲 俄乌战争我还要称赞王美花 因为他还是偷偷的买了 俄罗斯的天然气 当然可以查价格的 这个就是很务实的做法 这个事实上 那个时候他就不置可否 反正这个就是实际状 我是觉得现在台湾的 所面对的国家的处境 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这个惊吓海域水域被没收 执法线没了嘛 你要怎么办 台海中线没了嘛 那动不动人家就飞过来 你怎么办 天然气你就是贵嘛 那你撑得住这样的电价吗 那我们的税入可以撑住台电的支出吗 这个都是现实的问题啊 那你不能够在那边掩饰了啦 我坦白说 国家的根本困境 未来赖清德还要面对的可多了 还有老保呢 老保2026可能要破产了 所以我讲出种种问题 你刚好可以看出 蔡英文的不负责任 他事实上这八年 没有认真的 就台湾的国家的处境 提出正本清源之道 把这些坑都丢给赖清德嘛 比如说许平春最近两年 每年补300亿嘛 补老保的坑啊 远远不够啊 你蔡英文 我敢说你执政那一年 你就知道了 2016年你都没有处理啊 是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揭坑啊 是啊 尤其台电的亏损 当然也可能不是单一原因 因为不只是买天然气贵 我们连绿电 都买在最贵的高点 各种的规划都可能失衡 所以更何况是我们战争的议题 现在台湾都觉得 国际上觉得台湾好危险 我们的民党不分区 名列很重要名单 却是这样看待我们国防 这个沈柏洋他是念法律的 从以前来都念法律 法律念犯罪学 他对于政治外交不懂 他对国防更不懂 所以他讲出这个 政治跟军事是两条的平行线 这是错的 政治军事 国防外交是 非常密切 紧密结合 一条边 一条边的 台湾的国防跟对美工作 是连在一起的 当然 他能讲出这个话 代表他完全不懂 但我们讲这跨领域学习 现在是很红 问题是他跨领域的时候 他是从哪边开始 他是从什么假讯息 跳到认知作战上面 他在这方面有写 又自以为专家 对 又写一些东西 不过我想都是一些科普书多 这样子如果要在国会电子上 上面质询 我觉得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他如果真的要对于国防 做真正的质询 他必须要做更多 更细节的研究 而不是用光谱 或是我看不懂什么叫做 灰色地带战术 不是两极化光谱的图形 很多事情都在一个光谱上面 完全看不懂 跨部会的什么卓越中心 是什么东西 那是欧洲的 欧洲那个单位叫卓越中心 名字一样 如果台湾也要再成立一个 那让我想到的就是 那现在的数位部 跟我想的一样 对 在蔡政府有一个数位部 又想到唐鳳了可怕 唐鳳这种枪 好多人在关心他的单位 对 那我们的资源 刚才亮哥讲 我们这么多坑洞 民生 社会议题这么坑洞 这么多需要资源的地方 甚至我们国防也很多 要很多钱 要买很多武器 是 问题是我们还要再成立一个 这个叫做卓越中心 我不知道那要干什么 可是这让我又想起一个 就是麦卡锡主义的又回来 美国在50年代的时候 有麦卡锡主义 这是非常严重 我觉得87分像 现在有87分像 什么是麦卡锡主义 就是说你这个人 我们怀疑你的忠诚度 怀疑你的爱国心 怀疑你通匪 你给的资讯是有错误的 你给的资讯是模棱两可的 我们要把你揪出来 揪出来之后 无限上岗 对 开厅会把你炒鱿鱼 麦卡锡主义的时候 一两百人丧失的工作 还有人坐牢 这个时候是美国最麻烦的时候 50年代的时候 如果我们讲认知作战 认知作战怎么定义 他理论在哪里 你怎样去举例 怎样说他是认知作战 草木皆兵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你会让人民的言论自由 跟许多方方面面 获得了很多钳制 我们还有再成立一个 所谓的卓越中心吗 所以这个如果是军事专家 我倒觉得 不管是工程上的光谱 或者是我们讲这些词汇 什么样必须要做更多的功课 当然我们不能说 学界大家还是要在比 什么学术论文 SSCI TSCI 大家拿出来就比这个吗 或者是比你在学术声望吗 可是什么样明显就不是这样 他是从这个我们讲的 从假讯息开始 然后写了几本 我觉得这个仿经大家看在所谓的 什么认知作战的东西 问题是什么是认知作战 这个是非常麻烦 因为官员还得面对 面对他这些无厘头的问题 杀有其事的回答 江源怎么看 包括最近美国的动作 编列的预算 引起更多的 大家在冲突上面 担心的恶意螺旋 对 我到时候我先补充 本来两个 就是讲这个沈柏洋 他这个是变成外行人 他装内行 他是这样 这个政治跟军事 不是平行线 其实是一条线 按照西劳賓胜 克劳撒维茲的讲法 就是政治来指导军事 政治载制军事 这讲的法是非常的清楚的 什么样的 他的讲法有的时候 我认为牛头不对 马嘴抓不到重点 他又要称 他自己是专家 专业 我认为他反而会把这个 大家的观念弄你弄糊了 反而交坏了 还有一个邱国正就是讲就是 他就是只有王将没有降军 我认为这个不要负面表列 我认为很多事情 既然当了部长 我认为正面表列 我们是以职胜量 国军的战役如何 国军的素质怎么样 国军的人才如何 国军的金具 纪律如何 这讲起来大家好像 能够提振军心 对国军的士气有所鼓舞 因为这个会放送出去 让大家都一看 结果你不要 我认为少一些负面表列 多一些正面的鼓舞比较好 要这样来讲 一个部长他不一样 或者是国军有哪些毅力 国军的训练强度 作战的强度提升了 又跟美国 可能还超越美国哪一部分 在训练 要这个样 我认为这样 可以展现国军的自信 能够提振国军的士气 对 应该是这样来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天然气 天然气如果不能讲 那可能就是我们的短板 那既然是我们的短板 我们要从这一方面来强化 来加强 这是我们的重点 要这样 我们假如不能 那就是我们短板 不是吗 你有强度的时候 大家可以弹出来 给大家看 让大家更有信心 这个网路上都有这个资料 天然气能够用多久 大家很清楚的 我也不要在那边说 这个可以来做强化 多买一些 但是囤储的地方够不够 因为天然气 它有囤储设备 它有相关的安全要求的标准 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讲到 这个中共他们讲说 他的中共的女飞行员的 操纵的战机 已经到米秒 米就是公尺 因为中共他都用米 我们是用公尺到秒 他换掉这个超低空飞行 特别来讲是一个非常精准 因为超低空 你这个雷达发现的时候 很难发现 因为它超低空 然后你发现的时候 要去追瞄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讲到的短 区域防空或要点防空 这个监射式的武器 可能拿到没办法 一下过去 发现就过去了 因为战机在低空 大概一秒钟 大概就跑了 飞了300到400公尺 非常的快速 可能还来不及追瞄 飞机已经过去了 关注中共在这一方面 训练强度加强了 在这一方面 我们要怎么去因应 怎么样去破敌 怎么样再加强 我们的区域防空 要点防空 还有野战防空 这是我们要去努力的地方 最后我讲一个 刚才也有讲到双飞翼的 我们讲到无人飞行器 这个他非常的激动的 他不需要跑道 他降落的时候 任何地方他都可以降落 垂直起降 而且他在空中的时候 他不是因为锤子 他就飞得比较慢 他一转变的时候 变成平飞的时候 速度蛮快的 高度又高 速度又快 所以这是一个 換句话 这个也是个创新不对称 中共在这一方面 比我们再强的话 他都创新不对称 我们在弱的一方 我们更要超敌 胜敌 你更要去创新不对称 怎么样去破敌 我认为我们国军 在这一方面 有时候要赶快 研发的脚步 推出的脚步 然后建军备战的前方 都要比对方要快 才能够胜敌 我们来看看 大家午安 吴晴燕 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 接下来这一小时 国内外大小事 要聆听又等的话说给您听 先来介绍这一小时的来宾 首先要介绍的是 此时媒体人谢韩兵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前駐女星男大使 建文吉 主持人好 郭平好 大家好 还有前海局界长律理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在金门这一边大家开始在问了 当对岸的船越开越近 船来的越来越大骚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开始播出所谓的 大型海巡船 海巡署这一边 希望有更多的配备吗 好 成见人不置可否 只说如果他们进到我们的 近限制水域 我们会加以驱离 目前我们就是看到他不断的靠近 对吧 所以现在当跨越了台海中线 进行海空骚扰的时候 他的讲法就不要单方面的破坏 双方的对等关系 彼此都要尊重 好 讲是这样讲 但人船就是一直来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开始要自己强化自己 海军现在开始有所谓的战术操演 这个星期要做实弹的测考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先前也有跟您报道过 船出会设一个叫做 滨海作战指挥部 那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 说本来各个海风大队 就会编列为北 中 南 东 四个打击群 那在这下面 我们就想问了 这所谓的滨海作战部 会不会跟我们原先看到了 在沙滩上面 要做所谓的防护 这一群是同一群人 过往也有很多人在问 所谓的义务役 那个时候选举的时候 达清德告诉大家 义务役不会去前线 可是现在兵哥讲说 他们发现说 文山区增设这个 位数献兵营 这里面说一年的义务役 已经被讲 他们要去做所谓的快反射集 他就想问 去沙滩上打靶这些事情的话 如果你真的只是防护那些 重要的设施的话 需要去沙滩前面练打靶吗 还是说 他其实就是做海岸守备呢 大家开始在问 现在我们到底 战略上面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的 在应对上面 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 目前也看到他们的电针件 已经开始出现在 我们东北角的外海了 所以还没有进到我们的海域里面 可是呢 他们开始有军纳机 开始往我们东边这边走 特别是呢 前几天看到了 东部外海 有一艘直升机 在我们这边停留了 两个小时 现在大家就讲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 雄山飞弹发射车 就在东部 那有没有可能 在外海这一边的时候 如果说看到了直升机 一定附近会有所谓的 大型的军舰 或者是船舰 那它在这边意味着是什么 是希望能够测探 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敌情吗 而且呢 现在也看到他们的一龙石 这是一台无人机 这一台 蛮漂亮的 现在呢 从北到南完全的 穿越台海之外 而且呢 也很公开 全程它都开着应答机 没有隐藏任何的行踪 就是告诉你 我无人机来了 我无人机就在这一边 穿越了台海 从北到南 从南到北 往返飞行 这一些都是最近所发生的 甚至呢 现在也看到了 他们呢 出现了轰6N的轰炸机 这里头呢 因为他们有加了 他们的这个隐形改良之后 载弹量 已经沉重 可以更重了 发现说他们下面呢 可以载到 英级21 也就是比较厉害的 比较射程 远的高超音速 弹道飞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 所谓的 航母杀手 如果都可以直接放在 轰炸机上面了 那 航母就要更加小心了 原因是因为 这所谓的轰炸机 也有可以开始 空中加油 看看他们的这个新闻 直接带您看 电视画面 画面当中您所看到的 就是轰6系列 他们现在呢 开始发现 说可以飞出第一岛链 1000多公里创记录之外 还可以直接来运行 空中加油 你这个线看到 就是用透过这样的方式 直接来对另一台飞机加油 如果呢 可以做到空中加油 就表示它的战备范围 它的守备范围 更远更广了 它的活动性 可能就会更加灵敏 好 这一些呢 都是所谓的远程作战能力的 明显提升 那我们就要问了 如果对岸呢 已经开始有这些能力的话 那美军呢 美军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还是在海军这一边 好 原因是因为发现 他们的干奶碟号的航舰 必须要延覆交持 这个呢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已经是好几次 一直在往后推 一直在往后推 只好呢 叫他们最老的那一艘 艾森豪号 先挡一下 必须要先延到2030年之后 再退休 那你会说 那他们的整体军费呢 今年其实真的就是 因为军费的问题 海军这边船出来 他可能只会增加 大概13艘新的船舰 但退役的更多 大家就想问啦 他们的总预算呢 是增加1% 但是即便总预算 总量增加的小 但针对中国的那一部分 专案预算增加的多 针对中国的专案预算 大大增加了8% 最主要的原因 Austin有讲 就是希望呢 可以把所有的一切 可能的资源 都用在太平洋这个区块上 同时他们要建设一些 新的机构 还有新的机场 新的跑道 新的港口 新的设施 要应对所有的可能 但 这样子的一个作为跟思考 是不是我们也应该 从中汲取到一些讯息呢 请教兵哥您怎么样来看 原因是因为 撇开美中之间的关系不谈 两岸之间 现在最直接的就是在 金门甚至是马祖 因为看到他们贴着我们走 越走越近 已经走到三海里了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 大型的海巡船 可以回应 陈建仁说只要一进入 近限制水域就要予以驱离 那请问一下 如果人家来的是5000吨 你只有100吨 你怎么驱离 你是叫我们海巡弟兄去送死 他怎么驱离 所以如果要达成 陈建仁的目标的话 那必然要进驻大型的海巡船 你只有进驻大型海巡船 才有能力驱离 那我们最大型的 现在就是嘉义旗的这些 大概就是5000吨级左右 那你都要部署在金门马祖 那其他的地方怎么办 你有这个量能吗 所以你要跟大陆 这样子对着来的话 那恐怕我们就必须要 花大笔预算在海巡上面 可能要增建更多的大型舰艇 那你增建的大型舰艇 你有人员去做这些事情吗 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问题 所以两岸之间最好的方式 当然还是能够 经由沟通协商解决问题 而不是要用这种对立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民进党政府自己要去思考 你到底要花多少钱 要花多少人力物力在这个上面 至于说我们的军事演训 这些东西当然是理所当然的 那延长兵役本来就是为了 让这些士兵能够作战 所以怎么可能说你延长兵役 然后这些义务役的人 全部都让他去守什么设施 当闲差 根本就不可能会发生了 而且我们现在既然都已经要 冰海作战部都要成立了 那这个是干什么 就表示 其实已经很明白的告诉你 未来战争一旦爆发 一定就是在台湾本岛 然后敌人一定会攻上岸来 那敌人攻上岸来 我们的部队难道在那边 你就守住你的那个部会门口 就不出来吗 当然不是 你就一定会面临战争 所以伏兵役的人会面临战争 这个是必然的事情 所以不需要再去欺骗 应该是老老实实 告诉我们的这些年轻人 你们将来要面临的就是这个状况 你要有为国家牺牲的准备 这就是实话实说 你用隐藏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 那大陆现在当然 他用各种方式 在试探台湾的虚实 那甚至用威吓的方式 比如说翼龙石 他就直接明摆的告诉你 我就在那边来回 当作我自己家后院 那你也拿我没辙 那我们除了监看也只能监看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应对之道 我们跟美军 采购的无人机到底怎么样 那我们自己的 无人机的研巴又如何 我们又能够装备多少 因为既然要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强调不对称战力 无人机无人舰的战力 都非常重要 那我们有多少预算 去做这些事情 那当然老共也知道 我们的背后就是美国 所以他不只是威责我们 他也要去威责美国 所以他这个轰六 恩 这些常舰都直接出来了 那对美国来讲 他也知道 就是老共的军力越来越强大 所以他自己的兵力 都做部署掉潜 他现在担心的时候 你知道Austin在讲什么 他说避免兵力过度集中 就表示他认为 如果全部集中在关岛 关岛可能会被打击 然后你可能被人家一锅端 所以他现在要把兵力分散 分散在太平洋的其他这些岛国 让你没有办法一次歼灭他 所以你看美国的这种战略布局 你就知道 他们体会到解放军的力量 已经不被限制在第一岛列 已经跨到第二岛列 甚至第三岛列 所以他必须要把兵力分散 那这样一个态势 但是我们还看不清楚 至于说这个美国的军力 我必须讲 美国的造舰能力是越来越差 他一直赶不上他的服役的时间 所以他们现在对岸那边 是下脚子一样 不断的一年就是几十招 几十招这样丢 美国一年十几招 可能退了更多 然后他的福特级 显然也是面临了一些问题 不然的话第二艘 箱不至于造得这么慢 所以美军现在是问题重重 但是大家不要看 他只增加1%的预算以为 他增加很少 美国的1%的预算 增加几十亿美金 那个大概都是我们 超过一半以上的国防预算 所以美中在这样抗衡的时候 台湾要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们也要卷入这个大象的战争吗 自己真的要想清楚 好 确实 他们现在在整个思维上面 美国的战略思维上面 他开始譬如下个月 日本岸田要去之外 菲律宾也要跟着一起去 他在整个太平洋印太区域 他的作战思维 是不是有开始在改变 来请教一下介大使 您怎么看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看到两岸之间 最近大家的感受就是 不管是飞机来 船来 越靠越近之外 也越来越明摆著 甚至在金门那边就直接讲了 这个是我的执法海域 我在行使执法权 大陆已经讲了不行 不承认有所谓的禁止水域 所以15号 前天大陆三艘海警船 四艘已经接近金门的 金门南岸已经山海里了 就是完全就执行他的主权行为 他是在 他在自己的水域里面巡查 所以我们的海巡署 他们说获得消息以后 立刻就去派船进行驱离动作 可是就是说只能怎么讲 就是照章行事 然后宣传 这个广播一下 然后发一些电报说 你已经进入我禁止水域 立刻离开 人家就说没有什么禁止水域 这边就是我国领海 这是没有 我们不承认 你们没有权利执行这个任务 然后对方讲完以后 然后这边巡完 大陆巡完以后 这事情又结束了 也就是说 现在蔡英文政府 只能用嘴巴讲 她没有行动的能力 她只能就是说 我有派人去 我在派一个 100吨的海巡署船 在附近 然后用无线电对对方喊话一下 就回来就结束了 下次人家见到两海里 你是不是还是这样 我都怀疑人家登陆了 你只会告诉人家说 对不起 这边不是 这边是我们的领土 你不能上来 人家我就上来 我又上来 你怎么样 对 现在就这样 那那个 这个陈建仁说的话 说了没 跟白说 对 那就是说 你不要给大陆一个 就是说改变现状的借口 金门事件就是这样 金门214壮谈事件就是这样 然后当时这个 我记得裴洛西要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有宣布 跟蔡英文讲说 你叫他来干嘛 他走了以后 他演完戏以后 这个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们台湾买单 对不对 你能改变吗 他来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意思是 他来了 来了以后 对不起 海峡中线就没有了 海峡中线才是今天 我们看到一个电子侦察舰 根本就出现在台湾的东海岸 对不对 32海里 32海里 大概两个小时就直接 直接到港边去靠岸 对 所以现在台湾来讲的话 我觉得你基本上就所谓的 防御众生已经都没有了 金门那三海里 那个东西船一转 就可以登陆了 你现在这个32海里 在我们东岸 说实话 常常在那边出没 这一次是电针舰 这是军舰 不是一般的他的所谓海警船 正式的海军武力的里面 编制的船队就出现了 那你也没办法 通通都没办法 将来民进党就只剩下 唯一有办法就是靠嘴巴 就是靠嘴巴 把我们过去 我们国军 几十年来捍卫了出来的一点 对台湾的战略众生的 这些海域跟疆界 通通败家败光了 民进党 蔡英文 把这个通通败光了 他现在留下一大堆烂摊子 对不对 他那个八年 你说对台湾有什么好处 我们薪水有增加吗 在座我们大家还有观众 他那个执政八年 你的薪水增加还是怎么样 你物价有变便宜吗 薪水不增加 薪水越贵 这次蔡英文留下来一个烂摊子 中县也没有了 禁治水域也没有了 然后断交断了十个 这就是烂摊子 这不是烂摊子干嘛 他八年浪费 拿大家生命财产开玩笑 对 他现在干嘛 现在什么事他都不管 对不对 警察死了 然后小孩子被虐童虐死了 你看他在干嘛 跟他没干回他的事一样 我不晓得我们付薪水养他八年干嘛 请教一下我们海军出身的小舰长 怎么样来看现在所发生的这些变化 现在我们在东海岸看到的这一个815型的电子情报船 那这一艘电子情报船 事实上来讲我个人的研判 他应该是2月21号 2月20号 21号由北往南的那一艘 我们如果说按照经纬度来定位的话 他其实就在苏澳港跟云纳国岛的中间这一点 那他在这中间这一点也就是他采取 无论是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或者是日本的领海的最中间通过 其实感觉上好像是没有什么争议 但是实际上 在苏澳港的往南一点就是空军的通澳 那个东澳岭雷达站 这个雷达站其实是负责我们国军东北边的一个 空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雷达站 那云纳国岛其实他现在上面有非常多的雷达 那他这个雷达当然他是有备份的 他不是这些同时作用 他是有备份的 也就是说他长时间24小时运作 那我们来看这个电子侦察间 为什么我研判说是上一次那个2月20号 从2月20号就是这一艘 他那个时候是由北往南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16号是从南往北 那可是我们这次跟上一次所看到的 他前面最前面的这个 这一个雷达阵列 其实他的天线照是圆柱形的 跟最早以前的815舰 也就是再早以前 他叫做东调两三两 那东调两三两小舰长 当初是有去驱离过的 那他上面的这个天线照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研判说 这一次可能就是上一次 但是这一艘电子侦察舰 它往南使之后 它到底去哪了 不知道 然后它现在就是从南往北 至于说在东岸出现了 解放军的直升机 其实我们要这样讲 大家很喜欢把新闻捏在一起看 但是事实上现在24小时 一个礼拜七天 一个一年365天 通通都有解放军的战备警巡的船 在台湾的四周 至于说它可不可以 攜带这个 也就是说起飞这个 现在解放军的直20的 这一种反潜直升机 其实如果它是054A的话 是可以的 如何证明 这个有悬号 这个就是571 571其实它就是运程舰 它就是054A的舰艇 它可以落 但是我们在这旁边 我们看到小小的 这一个挂载的架子 这个架子如果我们看到 这个是可以从056A起飞的直9直升机 它可以发射这一个 应急9的这种 比较短程的攻船飞弹 所以我们必须这样讲 现在我们整个台湾周边的海空域 其实都是解放军演训的场地 如果我们现在都变成了解放军演训的场地的话 我们就想问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作为回应 或者是说在目前来说 我们要如何守住我们现有的 甚至希望能够回复到以前我们所有的 有这可能性吗 国际间到底还有哪一些重要趋势 等到广告回来继续来说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好 台大哲学系教授彦举正 翟轩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特议少将栗正杰 翟轩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马上我们来关注一下 在这次的惊吓事件有一个最新的民调 台湾民意基金会有问一下大家 对于政府处理的一个看法 结果不满意度非常的高 有46%的人觉得说 政府真的是处理的不好 觉得满意的大概只有三成 那看起来就是民进党的基本盘 支持者32.1% 其他有些人是说没意见 有些人是说不知道 到底什么样才是对的 那可是不满意的是占了大多数 将近近半的台湾人是认为 这次没有处理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看看 这个后续延伸的事件 金门的钓客迷航 就大陆方面 原本要放人 结果还一度生变 就是两天 前天有两名金门的钓客 因为大物迷航 被大陆的海警给救起来 原本决定昨天的中午就要送回 但是现在传出来 其中有一名的钓客 竟然是现役军人 哇 这事情很严重 所以陆方对于放不放 是举棋不定 就是有一点犹豫 那后来国台办在昨天晚上 宣布说尽快的安排 人船返京 那我们的海巡署 也透过管道协调 这个接返的方式 那另外 现在又传出 有大陆的渔船 是似乎越过了 这近线海域 那他们现在用这个 越界脱网的方式 在渔船两侧还加装了 防灯检的铁杆 似乎是为了防止这些 就是我方的海巡署 就靠近灯检 所以 的确 现在这个海域 已经大陆方面 已经不承认有这个 近线制海域了 所以现在好像 据传就是像这个 陈玉珍委员 当他们进来的时候 海巡也是用一种 广播的方式 就是也不太知道 该怎么样处理才好 那另外我们看看 这个两岸现在的模糊 感觉是不是一种 兵战的讯号呢 东部战区的微博 大概在这24小时之内 已经连发了三四篇 这个我刚刚看 又有再更新一篇 所以已经大概是四篇左右 相关的备战的 这个PO文 有的是讲说 这个我们现在人力方面 新兵备好 这个迈开军旅的第一步 然后有的是说 我们保障兼兵 强训火热展开 或者是说 他们现在呢 这个73军团加大 这个展开的专业训练 然后让这些专业的官兵的能力 能够再提升 甚至还放了一段影片 我们直接来看看 好 这个影片也是东部战区 放上的一个影片 他们是说 海军某护卫舰的支队 组织舰艇编队 去训练的海域展开 海上的跨昼夜训练 在检验兵的这些 检验官兵的技术水准 这也不断在提升 然后锤炼编队的灵活作战能力 当然也是对外释放一个讯号 就是现在正在积极的备战 而且是一种跨昼夜的训练 那另外我们看看 马祖不是前阵子被插了五星旗 就是人家说是一个无人岛 所以就有人在解读 就说现在可能 这个讯号代表着 未来中国大陆 不管你什么金门上空的空域 而且现在叫做实验 其实它就是要把这个 钓鱼台的模式搬到金门马祖 再把金门马祖的模式 未来会不会扩及澎湖 东沙岛甚至扩及到台湾的西海岸 这搞不好是有可能 会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的嘛 那亮哥就讲说 你看大陆的海警船 还接下了炮衣 这是有讯号的啊 这赖金特的要好好思考 因为大陆的表态 就等于是准备好对着干 到了六月下旬开始 是渔迅期 七八月是旺季哦 陆方上千艘的渔船出动 而金门只有四十九艘 那最尴尬的可能就是海巡 可能不光是我们看到 刚刚那边那样子 类似的状况 那如果密集的穿梭在 这个我们自己划定的这个 惊吓限制水域的话 那到底海巡是要怎么样 处理才好呢 他说准总统赖清德 要反手出招 可以干脆考虑撤军吧 那他说或是丢出更大的善意 跟对岸谈一谈 比方说盖一下静下大桥 否则等到刘武殿的航道 舒俊豪 那我们可能接下来面对的 就是被押着打 或者是说 这国际的一些货轮 要进出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面对呢 是不让人家走嘛 恐怕也很难哦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美国的智库 他现在警告 他们算了一算 台海如果冲突的话 美军的关键弹药库的库存 撑不到七天 也就是说一个星期 这个战役可能就要结束 库存是如此 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我们的这个天然气的存量 可能你大概只有十一天的存量 如果围起来的话 我们台湾没有任何的天然气 再进来的话 也就十一天 换句话说 就是当两岸发生冲突 就是一两个星期 可能就可以决胜负的 最慢哦 感觉起来 所以这个是美国告诉我们的一些讯号 那现在看看这个中美的对抗 解放军 他们这个央视的军事有报道 他们的中国大陆的空军的轰炸机 然后尖辑机 多型的战机到西太平洋展开 远海训练 那任务就是把中国的轰6K战机 第一次飞出第一岛链 1000余公里 一个小时之后来到了公车海峡口 有两架外国的军机正在逼近 那中国大陆的军机就亮肚皮 亮肚皮的意思呢 就是给你看看 我肚皮底下有怎么样的一些导弹 就是展现一下这个火力 展开这个威吓 所以这个战机亮肚皮 我们就拿一个示意图 通常是对于附近的飞行的一些 比方说外机 来展开一些威吓 给你看看我的武器有多厉害 那大陆还有两艘军舰 出现在台湾的东方海域 日本的这个首相岸田文雄将要访美 所以美日海军可能会有一些新的配合 日本也要开始武装西南诸岛 那因为美国要撤出第一岛链 所以第一岛链都要自求多福啊 这个日本也好或是台湾也好 现在都开始要积极的变成 像美国要来武装我们变成刺猬岛 那南海在这个对于中国来说 是没有对手的 东亚一带这个地方 这个国家比较强大 所以呢包含了这个南北韩 中国日本常常会看到附近近距离的 互相较劲不断在发生 而日飞啊 他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在做一些准备 将在三月底左右 获得一些新的防御能力 说是要来阻止中国大陆解放军的一些军舰 这个防区外的一些武器 将会在三月底逐步到位 好首先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立将军 立将军怎么看 现在这个两岸真的是已经兵占了吗 因为看到这个东部战区 每天微博都好多讯息出来 这次东部战区 这个我觉得岸田文雄讲这个 我们这两天看到国防部自己发布的 这种攻击舰围台的这种相片里面 它的图里面 其中我特别注意到 是在台东外海地区 有一艘直升机在那边 连续两天都在那边出现 我跟各位讲 这艘这辆直升机 绝对不是从大陆起飞 到这个地方停两个钟头的 那就是什么 就是052D 或是是有可能054飞弹护卫舰 已经在外海地区 在这个ADID的外海地区 是这架直升机 一定是从那个舰载 这个052驱逐舰 或者护卫舰上面 飞到这个地方来 在这个位置停留两个钟头 他在做什么 一定是反潜演练 针对我们的海昆号演练给你看 我就在这个地方演练反潜作战 所以这对我们威胁是 已经是很明显的一种威吓作用 但是我们国防部来讲 只是公布一张 这个示意图在这个地方 但是并没有表明说 这下直升机在这个地方 它的含义是什么 但是很遗憾的是说 我特别注意到说金门钓客 我们原来以为说是 金门的老百姓他们出去玩 金门老百姓出去钓鱼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虽然说在目前金下海域 发生这么兵凶站围的状况 但是因为金门老百姓来讲的话 他们金下一家亲 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仇恨 也没有什么互相的这种危害 所以金门的生活还是保持很正常 但是我意料不到居然是一个军人 会跑到海里面去钓鱼 这真的是我必须要讲匪夷所思 以前来讲的话 如果说金门到海边的话 一直到现在为止金门是 军人是绝对不可以到海边的 更不要说出海 为什么你只要说以前来讲的话 你只要出海的话 是一定是予以击毙 对 用迫击炮 我们那时候用迫击炮 迫击炮一直追着打 甚至海龙蛙兵去把人抓回来 不抓回来 你海龙蛙兵就算是作战失败 那时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因为很可能是叛逃 所以去年才发生恶胆的士兵 跑到大陆沿海去 那今年怎么会让这个士兵 又跑到海里面去 尤其是去年来讲的话 恶胆那个士兵逃亡 可能还只是一个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严重的 一个兵凶站围状况 现在金兵已经这么严重了 居然这些银店长在干什么事情 真的混饭吃很严重 你怎么会一点精神动员都没有 一点管束 约束都没有 让这些士兵可以放假 跑到海里面 然后坐船出去 这非常非常 可见的金兵人来讲 第一线的手军 根本毫无战备意志 我必须要这样讲 这些银店长一点点的那种 一点点的警觉 或应变的那种心理的都没有 那这种部队怎么去打仗 尤其是在这时候 国防部长已经忧虑到睡不着觉了 就基本的基层的官兵 我跟你讲 这只是一个冰的事情 这只是冰山一角 代表什么 代表这些银店长 根本就没有在管事 我特别要这么讲 这些银店长在干什么 金防部司令你在干什么 你有没有集合部队 让他们做宣誓 让他们做精神上面动员 或提高他们战备意志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做的话 你怎么去应急作战 所以从这件事情 让我感觉到 金门的国防部 根本完蛋了 金防部你根本就完蛋了 你根本一点再被意志都没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 这东西会让我看到 因为我们这种 在金门单身过的 守备的官兵 我们知道这种情形 其实我可以说 金门大概已经失守了 国防部你干脆撤军回来好了 从这件事情 真的是你干脆撤军回来 真的像亮哥这样的撤军 这一点战斗意志都没有 回想1996年 飞弹危机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线是在干嘛 我们在写遗书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在那边写遗书 所以我官兵都在写遗书 现在来 现在是钓鱼出去 酒照喝 鱼照钓 对不对 五照跳 你现在来讲 你还什么拼什么答案 如果说一点作战意志都没有的话 你还谈什么保家卫国 今天干脆撤回来算了 賴老师 不晓得该怎么讲 可以感受到栗将军的愤怒跟生气 因为我以前是在救国军 那个时候在防救国军 我在突击队 我们在东营岛 所以有一个岛 他是在南营 东营西营南营 南营岛旁边的一个岸礁 一个小岛 无人岛 然后大陆那边的人 把棋子插上去了 我相信不是军方插的 应该是大陆的一些游客 或者是一些民众 但是那个岛礁里面 会有很多的岸礁 所以通常大船是上不去的 都要小船上去 上去以后把这个棋子插上去 但是台湾为什么都不知道 也没有办法有作为 我们原本在东营岛 也有一个两栖侦察连 就是我们叫做成功队 也就是挖人部队 有一个连 后来这个连裁掉了 原来这个连的任务 因为刚刚栗将军讲的没有错 我们陆军的 我们是不能够 我们不能够离岸的 这是规定 对 我们唯一能够上船的 就做我们自己的军舰 要不就是做我们的运输 这种小舰 在东营岛到西营岛之间的穿梭 但是渔船 民船 是绝对不能做的 因为这是很严格的规定 我们个人也不能够下海去游泳 这也是很严格的纪律上的规定 好 以前还有两栖侦树联 所以他们会在海域 附近里面做巡逻 现在把它撤走了 撤走了以后 那么大陆的朋友就插上 五星旗了 那就代表说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了 我觉得这个代表什么 当时国防部到底是谁决定 要把这个岛的成功部队撤走 这个决策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 事实上是有问题了 它离大陆没有像金门那么近 它是更远 它是离马祖都更远 都离大陆更远一点 大陆的船都已经到这个岛礁上去了 我觉得我们的防卫部门 民进党执政以来 台湾很多地方真的是做得很奇怪 我们都不太能理解 所以你看这个金本的事件处理 台湾的民众 对于民进党政府的不满的程度 这么的高 这代表什么 隐瞒 欺骗 没真相 没给人家一个交代 然后做到连台湾的民众 都看不下去了 就是说怎么会这样处理 这个就是蔡英文政府 现在蓝星等不到 该怎么接这个政府 他要不要把人都换掉 要不要全部都好好的整顿 我看到李文中也讲话了 李文中也觉得说 这个八年以来官不像官 然后每一个人碰到事情 就是推卸责任 找解释 找理由 唐赛 然后没有人负责任 这个已经把整个八年以来 把这些政务官搞得不像话 也就是每一个人 只要去推卸行事 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觉得蔡英文在这部分里面 对台湾的政治真的要负 很大很大的责任 另外有关于日本 日本很明显的在挑拨菲律宾 那么他一直在资助菲律宾 他希望菲律宾在南海 跟中国大陆闹大一点 换言之也就是说 日本人其实是在利用菲律宾 跟中国大陆搞大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 基本上对日本也没有什么好错 好 蔡英老师 我刚刚听到立将军很激动 我在这边稍微 因为我本身算是在两位 都在外长服役很久的人 算是一个比较 算是老百姓吧 就是活老百姓了 不是死老百姓了 就是说我基本上 我要补充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话 我觉得这一次从大连初五到现在 就过了一个多月的这件事情 大家看得很明白 那个民意调查显示出来的结果 就是有一半以上的人就是很反对 我很久很久没有看到 大家对民进党政府所措斗的事情 有如此反对的 大家一直不断的每天在这边 在那边质问 大家都问了很多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搞的话 而且最可怕的是前居后宫 然后道歉现在无济于事 情势非常非常的紊乱 可以说是目前为止 危险都谈不上了 就很乱了 都不知道到底危险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要注意的问题 但是刚刚立将军讲了一件事情 在这边我们也讲到 就是说民进党应该很高兴 金门不要了 但是我跟你讲 你千万不要做梦了 对于大陆来讲的话 就是整个这个危机 已经扩及到 扩及到台澎金 可以见得 因为东部战区原来在发布了一张 这个叫回家的 有四代的视频的海报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里面 就是说从2022年的8月2号 佩洛西串访台湾以后的 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演习 不但没有停止 他是本身已经扩大到 金门 马祖 然后澎湖岛 所以说台湾的东部这些 都已经完完全全 在属于他们演习的范围 所以说要出事 就台风金宝一起出事 不可能就说只有 趁了民进党的意 就是只要拿下这个外岛而已 这是第一个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这个美国的智库 对于这个台湾的目前的国防 他们也非常清楚 我强调一个消息 就是说是他们 除了这个弹药不够用以外 他们问出一些 非常有逻辑的问题 他说台湾本身来讲 既然是一个岛 又没有什么自然的资源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你这个电力的维持的话 当然要尽量靠核能 但是我们在台湾的话 出现了一个反核 当成政治正确的解读 这个导致他们觉得前后 是矛盾的 说句良心话 我刚刚听到立将军一讲 我在旁边都忍不住想跟他讲 其实就是准备要放弃 就是说感觉上 国防根本就通通放弃了 我刚刚很想讲 早知道你就不要退伍了 你不退伍说不定 你还有点管用 因为这种实际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觉得危险的人 讲话都没有人要听了 然后邱国正被批评为自走炮 就叫你不要讲话 实际上的话 我们就等着挨打 然后叫美国人 来替我们打这一招 这个想法就很简单 那对于你来讲 因为上次我不知道你讲 你就讲说我们军人绝不投降 我们要战死沙场 马哥果实 我听起来是很感动了 但我回去想了 真的是也是没办法 很无奈了 就是没有任何的国防意识 台湾这边 大家都等着这个命运的发展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大家午安 唯晴燕 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 接下来这一小时 国内外大小事 要您听得懂的话 谁要给您听 现在介绍这一小时的来宾 首先要介绍的是 国际建制专家 蓝月潜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还有前立委 费鸿泰 大家好 以及台大政治系教授 佐贞东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刚开始 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我们讲的 在金门海域这一边 其实包括了 马祖这里也尝试 最近有很多事件在发生 这一件事件让大家说 事情态势是否出现变化 但您来看到的是 现在说大陆这一边 他们有渔船 同样闯到我们澎湖这里的海域来 结果海巡一到现场看之后发现 哇 他们还加装防灯检的铁杆 这是不是表示 是在这个事件过后 现在他们的一个最新出招呢 而其实在昨天前几天 也发生了这名一起事件 就在金门这一边有两名钓客 他们当时其实是搭这个波比船出去钓鱼 结果后来传出说 好像一路这个船就飘到了对岸去了 被大陆的海警给救起来 现在说好了 说是今天要把人给送回来 但突然之间又告诉我们 人没有办法送回来 原因是因为赫然发现 其中一个人是军防部的军人 所以现在说事发敏感 交人计划可能因此生变 讲到了军人到对岸 其实过去也曾经发生过 还包括了2017年 那个时候同样是有军人出海垂钓 结果掉到海里面被对岸给救起来 后来是由民间单位金门的红十字会 将他给追回来 而另一件事情则是在去年的时候 在二胆这边有一位士兵 疑似是因为债务问题 标流到对岸之后 被大陆海警给救起来 但后来他自己说他不回来 所以他后来是被通缉的状态 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就要问 因为两岸之间确实在离岛很多地方是很近的 那先前也发生过这些事件 现在在金门的壮传案之后 事情态势是否会出现变化 目前国安人士的讲法是说 我们现在对于这一些发生的事件 我们基本上就是持续的执法 而且我们是事实的对应 他们特别提到了 说现在看到对岸 他们感觉是比较像用切香肠的方式 用一个常态 然后甚至告诉你说 他们是在执询 在他们的国家海域里面执行执法 希望能够创造一个新的既定事实 但台湾方面 基本上现在就是要持续执法 而且我们不能被对方给挑衅 这样基本上对我们才是比较有利的 有实质帮助的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一些什么样的行动 改变了我们自己原有的这一些规范 而对于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大陆船翻覆撞船事件 现在一个最新民调出来了 四成六的人其实是不满意政府 处理这一次的方法了 所以呢 才会让主持人尤云荣老师说 基本上国人对此很明确的 是感到失望的 其实呢在现在台海的部分 大家都在说 事件现在虽然已经协商暂停 彼此之间各有说法 但在台海这边 很多人觉得危险之外 还有另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现在基本上 还是美中三两方 之间的一个 彼此之间的一个三角地带 一个杠杆了 为什么这样讲 普京现在即将连任了 结果呢他现在喊出来的一句话 叫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我们的外交部对此呢 他们是斥责荒谬无稽 可是问题是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要理解的是 在国际局势 怎么样来看台海之间的关系 怎么样来看美中台三方的关系 要理解的是 怎么样来抓住这个立场 因为美中之间 现在确实就是在较量 军事上面 带您来看到的是大陆的轰6N 轰6N的轰炸机 现在呢 出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照片 好这个照片 你可以明显的看到 他的肌腹这边挂了一个弹 这个是什么 是英级21 也就是所谓的航母杀手 最新型的高超音速导弹 好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告诉你 现在我在这个海域里面 你要小心 而且呢 他们的轰6N 现在其实也已经飞出第一岛链了 甚至还可以空中加油 表示他的作战范围 防御范围 已经在扩大了 可是呢他们也自己证实了 说他们曾经轰6K 出了第一岛链千余公里之后 竟然被人家给亮肚皮 好你会问什么叫亮肚皮 其实就跟这一架飞机一样 他们在肚皮这边会挂蛋 亮肚皮的意思 简单讲就是亮枪啦 就是呢 告诉你说 你小心一点喔 甚至他们直接反应 叫做 就像是被人家用枪指着 这么样一件意思 好这个是中国空军 他们的一个官兵的驾驶呢 他所表示 过往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 说是被外国的军机 给逼近亮肚皮 但这个外国是哪个外国 他其实并没有说明 对比的是什么 对比的是 到底大陆现在 他们实际的战力有多少 美国媒体告诉我们 其实跟我们想的 可能还是有段差距 没那么厉害啦 没那么厉害啦 因为他们就讲说 1035现在被曝 有重大的缺陷 包括了挂蛋 可能没办法挂那么重 包括了油量 可能呢 没有办法一次装这么多 这个叫做双部族 他们特别提到的就是 辽宁号本身的一些限制 觉得呢 有可能 因为这些限制 让1035 一直想要把它拿来 跟F35相比 其实 离他还远的呢 甚至美军也说 你们说你们有什么 高超音速导弹式吗 我们更厉害了 我们现在打算要研发的是 潜射集音速飞弹 换句话说呢 他要把这个高超音速飞弹 他直接的放在潜艇里头 然后更有作战的隐秘性 机动性 而且呢 他是突破水面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技术 他们特别强调 现在中国也还做不出来 而且以后如果做出来的话 可以拿下一些指管设施 还有关键据点 等于他也可以对陆 对舰 都有办法来进行攻击 好了 美中之间基本上一直在较量 但是就台湾而言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待 我们自己跟美一方的距离 请下费老 原因是因为 现在呢 在两岸台海这边 最直接的就是 里岛之间我们一再看到 渔船等等的一些争议 最新的是发现 你们想要登船去检查 他们直接帮你装了一个铁栏杆 让你上不来 我在想 我在想从前年八月份 裴洛西来台湾以后 海峡中线就不见了 金门一个多月以前 金门渔船 这个发生的那个翻船的事件 我们先姑且不讲是撞船 这个翻船事件 从此啊 大陆对这个以前所谓的警戒区啊 什么开始啊 没有 对不起没有 就说刚才你主任讲的常态话 常态话就是说 我爱进来就进来 第一个海峡中线不见了 我可以靠近你台湾海 这个边境的 这个二十四这个海流 这是公海 他换句话说 台海两岸现在变得 还蛮有意思的 刚才主任讲说 有两个人飘飘飘飘 船飘到大陆去 有赫然发现 有一个是军人 如果说换成四十多年前 我当兵的时候去过金门十天 因为我当巡贵店 我只待了十天 那时候有宵禁 什么叫宵禁 以前我们四十多年当兵 晚上好像是八点还是十点 街上不能有人 灯通都要关掉 那个时候还有 这个我之前去 还有所谓的炮击 什么单打 双不打 现在平常讲 后来经过出现事情 两岸和缓以后 民国八十年以后 红十字会来接触 后来有两岸关系条例 这个我们来看 有陆委会 我们的白手套 叫海基会 去跟大陆的海协会 大家就可以谈 现在这八年 两岸又不往来的 所以出现 有我们的船 有发生事故 我们的人飘到福建去 这时候又有红十字会 出来 换句话说 目前是红十字会出来 代表两种意义 第一个 两岸还没有悲观到 马上要打仗的地步 但是第二个 我们官方也好 白手套也好 这个就没有接触了 要靠借重于红十字会 民间的力量 这个题是蛮危险的 我要跟各位报告 两岸的关系 已经不是 我们政府 政府对政府坐下来台 或者政府 对政府的白手套 大家坐下来台 现在已经到了民间了 我要跟各位报告 万一碰到一个事情 插枪走火怎么办 什么叫插枪走 美国国防部 为什么一直很希望 跟中国大陆的军方 他们有一个热线 碰到事情我敢回答 我有没有敌意 没有敌意 大家就不要紧张 可是我们台湾 不要讲说国防部 连海基会陆委会 都没有热线 请问万一发生了这种 大家突然插枪走我的事 只要插枪走我 谁开了第一箱 火炮互相射一射 就挺不下来了 所以从金门的这个世界 渔船的这个世界 我们的军人被漂到大陆 不能讲被抓了 这个世界 我们必须得看 要善意的来处理两岸的关系 处理不好 回到红十字会之外的事情 那就只有兵容相见 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卓老师 原因是因为其实过往 你说比如在金门 金门下面那么近 确实他们也曾经有发生过 类似的一些事件 但是以前是怎么处理的 为什么以前可以好好谈 那现在在这个金门的翻船 大陆船翻船的这个事件之后 反而国人是有四成六的人 其实对于政府的作为是不满意的 这是一个最新民调的数字 您怎么解读 好 这个第一个表示就是说 政府在应对这件事情上 进退失据 就是包括说一开始 到底有没有这个录影 然后到底是撞船 还是他自己翻覆 那这些事情交代不清 当然就会造成这个民众很混淆 然后甚至给对岸认为 我们没有处理得很好 把这个事件不断的升高 但我认为这里头 其实应该还缺的一项 民调资料是什么 到底有多少人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可能民进党政府会 希望就是民众认为说 这件事情不重要 对 没有处理好 可是它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简单来讲 如果这件事情持续延烧下去 持续不要升温 但是一直维持在那里 对民进党来说 他可以用这个来做文章 你看我们有一个恶邻居在旁边 不断的威胁我们 我们搜救之后 他还是采取各种行动 所以未来如果赖总统的演说 对方不满意 他本来就不会满意 他永远不可能满意 我觉得基本上来讲 这个是大概过去一段时间 民进党感觉上 它的一个操作的方向 那正是因为看到了 这样子的一种迹象 所以大陆不断的派 这个海警船过来 就是等于就是展示说 好 这个时间拖下去 对台湾也是不利的 因为拖下去之后 惊吓之间的这个水域 就变成大陆 把大陆去施展 它的所谓的实质的管辖权 那当然所以我方才提出了 所谓的持续执法 事实应对 那到底这个持续执法 事实应对是不是有效呢 我们看前两天就是说 因为海峡 因为双方的海警的 这个船的盾位不够 差距蛮大 对方的这个可能上千盾的 我们派出来的是一百盾的 那这种情况下 当然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去 捍卫我们的海江 但当然我觉得目前来讲 看起来一个唯一 让大家觉得 可以松口气的地方 就是真正的临船登检的情况 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 从这个二月那一次之后 到目前为止 大陆没有在临船登检我们 那我方当然因为有上一次 这个渔船事件 我们现在也没有临船登检他们的 所以就变成什么 还是你寻你的 我寻我的 各自向内部喊话 但说真的 这件事情我认为 到最后什么时候会有定案 大概成萧美琴回台湾以后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能在这一趟海外的旅行里头 就可能大概可以了解到 国际社会 特别是美国社会 怎么去看待未来新政府的 这个他的两岸政策 两岸的立场 那到底双方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 大陆可以接受 大陆可以忍受的 这样子的一个立场 那我觉得这个 大概就会使双方在这个问题上 可能有可能 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点上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 我们未来看的一个时间点 是 好 刚刚老师特别讲到了 美国老大哥又出来了 那请教一下来 是 因为每次讲在台海这一边 基本上 大家很多人都说 我们得要看看美国 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什么样的态度 但是讲到美国 现在跟中方之间 彼此包从空中 从海上 你都可以看到 他们是这样子在较劲的 双方的军事较量 其实强度越来越大了 我想各位有注意到 两会期间 习近平有到解放军的人大代表 里面有谈到 要筹划军事斗争 特别是指的是海上的 军事斗争做准备 这个话下的命令 已经很明白了 也就是说 未来在海上 海上是跟谁 主要还是跟美国 也就是说 两国之间 未来的军事较量 只要命令一下 就要能够执行 所以后来董军 就是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部长 就是说一切行动听指挥 那么命令一下 你们就必须要立刻执行 而且要一次打就能赢 您介绍的这一款 就是英级21 英级21它是装在 过去是装在轰6K 现在已经在网上提升到轰6N了 你也知道当英文的数字 越多的时候 就代表它的升级的是越来越高了 这款战机的意思在哪里 因为它是英级21 是从东风21D延伸出来的 东风21D它是暗机的 就是陆地上发射的 但是一旦装到英级的时候 就是空射型的 它可以从空中打起 你这个水面的舰队 专门打的当然就是航母 因为它的弹头重量很大 800公斤到1000公斤 一顿一个弹头 我们叫作战室 它的强度这么大的话 那就是可以贯穿 所以它是专门打航母的 它可以打多少多遠 1000到1500公里那么远 各位理想 轰炸机它飞过去了 然后还没有到你航母 也就是 因为航母的舰载机 的作战半径 一般来讲在1000公里左右 可是它可以在1500公里外 它就可以发射这个导弹过去 那事实上你的舰载机 要去拦截它也不容易 因为你还 你的飞不到那么远的一个地方 更何况它有战斗机的一个护航 然后在这个情形下 它可以专门打航母 航母就不能够靠进来的 这个部分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 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在展示说 他们打美国的航母的能力 是越来越强大 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 翼龙石在台海这边飞行 那它故意 因为它这是一种逆中的 它故意打开识别器 让你知道 这是代表什么 警告美国的船舰 你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 这个逆中查打一体的 这个战机是完全可以针对你 因为它是高空的 侦察型跟攻击型 它可以挂六个弹 另外有关于台媒的一些报道 尤其是绿媒媒体报道说 美国认为这个歼35 也就是航母的 福建舰的航母的舰载机 它说有两大缺失 可是它讲的这两大缺失 我们不得理解 为什么 因为这款飞机 还没有真正的亮相 也就是说 有人看到它有飞行过 但是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 所以它没有在航空展里面 开始做试飞给大家看 那如何知道它两大不足呢 这个飞机的性能 朱元 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就说它两大不足 您相信这个新闻吗